槍聲陣陣 幾名黑衣槍手朝著教堂不斷開槍 而屬達吉斯坦共和國 二十三號多地同時爆發恐怖攻擊 首都馬哈齊卡拉和沿海城市德本 兩座猶太教堂 兩座東正教堂 加油站以及領檢處都遇襲 槍手闖進東正教教堂對神父歌喉 被列為世界遺產的猶太教堂 更慘遭縱火 濃煙衝天 槍手還燒了警車 畫面觸目驚心 大鬍子黑衣男手持步槍 當街槍斬 截車脫逃 從白天打到晚上 槍手還殺到警察面前激烈交戰 一名警局局長重傷 傳出槍手在馬哈齊卡拉 還挾持了四十名人質 包含神父在內和好幾名援警 遇襲身亡 兩座城市的六名槍手 都被擊斃 正值東正教五旬節 槍手鎖定猶太人居多的德本市下手 當局指出這可能和宗教仇恨有關 定調為恐攻 並稱槍手是國際恐怖組織成員 如果不是是ISIS或是ISIS-K 這可能會很相似 俄羅斯國家杜瑪主席表示 這場恐攻屬於外部勢力煽動 試圖分裂俄羅斯 還有官員點名 西方和北約才是罪魁禍首 而以往迅速承認方案的伊斯蘭國 卻遲遲未發生 當局正調查當中 並宣布全國進入三天哀悼期 記者王宣報道